我们要出发了 再看看有没有啥 忘带的 没了 我们看看 卫生间里 也没有东西了 像不归一样 后来也飞起不来了 笑死了 好了 大家好我是夏天 我们现在是在马来西亚的新山市 这里离新加坡 就几十公里非常近了 我们现在就准备去入境 新加坡 要去这里的火车站过关 离我们住的地方非常近 也就五百米左右 所以我们 走不过去 我们今天就要开启 我们环球旅行的第四个国家了 应该就是对面这里 应该就是这边的这个火车站 从这个地方去出关 出了关以后可以做一个 像公交巴士一样的 就可以去 进到新加坡了 今天新山比前两天温度高 好热啊外面 一进来凉快很多了 走在这里面看有可以换币的地方 如果大家出去 需要把这个马币换掉的话 可以在这里换 但是我们不需要换掉 因为我们后面还要去东马 但是不要全换完啊 因为我们从新山 如果坐到新加坡的那个百度车 好像一个人是4.8马币 所以还要把车票留下来 找这个标识啊 然后跟着他的箭头走就可以了 我们已经到新加坡了 我没想到我们现在在新加坡 刚刚站到这儿就遇到了一个 当地的网友朋友啊 也是新加坡人 一直看我们视频的 刚过来给我们打招呼 我们以前在国内的时候 经常遇到网友 在国外很少会遇到 没想到现在在新加坡也遇到了 不过上次我们在槟城 也遇到了一个香港的网友朋友 前面发生了一段小插曲啊 为什么视频一下子就跳到这儿了 我们的之前录的视频都被删掉了啊 给大家说一下什么原因 因为我们知道一般就是过海关的地方 安检的地方是不允许拍摄的 所以我们一般在这样的地方都不拍摄 但是我们是过了马来 就出了马来西亚的海关以后 已经出去了 然后准备坐车 要坐往新加坡的车的时候 我们想给大家录的详细点 方便大家以后参考嘛 结果没想到坐车的地方 它也不允许拍 之前我们看很多的旅行博主也拍过那儿 所以我们就不清楚 结果就来了一个当地的一个工作人员啊 然后就要求我们把 就在里面拍的视频 就全部删掉了 所以现在我就凭我优秀的记忆 给大家回忆一下啊 刚刚我们怎么样就是过来的流程 给大家作为参考吧 呃就是思华出镜我们会下一个电梯 底下就是坐车的地方 我们去一个黄色大巴的那个位置去坐车 那里有CW1 CW2还有CW5 一般会选CW2 因为那是到市中心的车辆啊 坐那趟车呢 你就可以往新加坡这边走了 呃是要准备一些马币啊 所以大家留一些马币 有2块6到4块8不等 好像一个人啊 他不找零 对他不找零 自己准备零钱就好了 上了那辆车以后 没坐几分钟 你就要下车了 就要进这个新加坡的这个入境嘛 到了新加坡入境以后 进新加坡之前 咱们一定要填一个电子入境卡 那个电子入境卡 你可以提前在手机上去填 也可以到了当地 他们也有机子 也有中文的啊 你可以现场填 都可以 填完了以后 也是非常丝滑入境啊 拿着护照 什么都不要啊 就要护照 在那个直击口 刷一下护照 门开了进去 然后再扫一下脸 录下指纹 门开了进去 就是没有人工 也没有人问你 哎你干什么呀 什么都没有人问 就是自助入境 非常非常的顺 进到新加坡来 过了关以后 你再去找你上车的那辆车啊 所以就是你们那个车票不能扔 对 那个车票要留着 然后你要再继续坐着那辆车 然后来到新加坡 你要到的那一站下车就可以了 这就是整个入境 其实没有那么难 其实比较简单的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啊 我们今天遇到了一个非常非常感动的事情 我们上了车了以后啊 碰到了一个马来西亚本土的华人啊 然后他给我们给司机去沟通 我们要去哪 因为我们说我们要来牛车水嘛 他就说我们不需要坐到终点 坐到终点太远了 我们就在中间那一站下 他就跟司机沟通 我们到那一站 而且他也在那一站下 他就说你跟着我就行了 哇那一会就突然一下觉得 哎呀好安心了啊 然后到了那个新加坡 要过海关的时候呢 过完了以后他就在门口 因为他是本地的有工作证嘛 他是马来西亚本土人 但是在新加坡工作 他有工作证 他出去就很快 他还站到门口一直在等我们两个 上了车了以后 他说的我和你们在同一个地方下车 你们不用担心跟着我下车就好了 下了车不是要坐地铁吗 因为离牛车水还有一段距离 他说他跟我们是一个方向 他又陪着我们去换了一些新币 然后又买了这个公交卡 对 带着我们一起上了地铁站 他说他又指给我们看 我们在哪一站下 他会提前下 就说你到了这一站下了以后 我们还要再倒一次车 他甚至把我们要倒的那个路线怎么走 怎么坐车都告诉我们了 对 好感动 我们在路上 因为时间比较长 我们在路上也聊了很多 他的中文名字叫陈嘉恒 我专门跟他合影了一下 我说要留念 所以我们出门真的运气很好 每次都遇到的好人很多 这个帅哥也挺可爱的 本来他说他也很喜欢中国 他还准备去中国旅游 我说这样吧 我们留一个联系方式 你到了中国以后可以联系我 结果他说不行 他说的我毕竟结婚了 说的防止他的妻子多祥 他没有跟我们留联系方式 我觉得还是很棒的一个人 很好的一个 以家庭为主 而且他的宝宝 今年年底就要出生了 非常恭喜他 祝福他们 我们就按照他说的 现在整个地铁也做完了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 就是地铁牛车水的这一站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找我们的酒店了 但是新加坡大家都知道 木价是很高的 我们这一次选择了什么样的酒店 带你们去看一看 好啊 我们从地铁站一出来就到牛车水 这个街市了 这边也叫唐人街 我们现在没有网 找一个地方办电话卡的吧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找我们住的酒店了 就在这附近 我们今天运气好好 谢谢 好的 刚刚他就看我们站在那里 他就问我们要去哪 我们说办电话卡 他就指我们去这里 谢谢 好的 人好好啊 谢谢 好的 好 谢谢 好 谢谢您 谢谢 好 看到了 谢谢 哇 这边 办电话卡 就我们刚刚下车的地方过天桥 来到对面这个商场里 我们刚刚问了好几家 幸好我们没有在第一家办 同样100GB的 从25块钱 我们一直问到了15块钱办了一张 就是15新币 也就相当于是70多块钱人民币 所以多问几家 要不然差距好大的 我们问到第一家要100多喝下来 这下省了好几十 这里面还有很多换外币的 我们再换一点新币 手机卡也办好了 然后钱币也换上了 我刚刚又碰到一个中国人 在这个地方工作了16年 聊了两句 然后他告诉我们这个对面 我们过了这个天桥 这里面有个时隔 说这里面吃饭很多选择 然后还很便宜 所以我们到这边先吃个饭吧 因为现在两点半多了 我俩也饿了 吃完饭然后再去找住的 对 感觉应该就是这里了吧 对感觉像 这挺大的 华姐这有尖锐 有尖锐 太好了我想吃 2.5新币 那还行 新币差不多乘以5.3 大约就是人民币 所以也是十多块人民币 这里还有这种炸鸡的这种饭 一般都是7新币 815块钱 然后还有这种猪脚饭 这里面好大呢 你看 点上餐了 我要了一份潮州的这个特色 叫香爆面 这一份是5.5新币 相当于将近30块钱吧 华姐点了一份这个鲁汁食酥 这是四新币 也有20块钱 华姐想吃菜 一出来了最近一直想吃菜 这里面有这个 这个是香菇 然后这有点是鱼 像鱼丸子的那种 哇 这个筋筋的 是蘑菇吗 感觉应该是蘑菇 但是我没吃过这个 有没有朋友知道这是什么的 看着感觉像蘑菇 筋筋的 而且特别鲜 很好吃 待会你尝尝这个 这个好好吃 甚至有点就是 我们嚼那个鱿鱼干的那种感觉 哦 那种味的 所以它是不是鱿鱼 不知道 我看看它这个白的是什么 感觉怎么像饺子呢 它像馄饨 里面真的包馅啊 但是外面的这个东西脆脆的口感 就是脆的 不是面 我也没吃过 好惊喜啊 我刚看了它那个外表 总以为就是混沌 混面 不是 那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朋友们给我们解答一下 然后就是香菇 整体口味怎么样 这个是比较淡的口味 它可以 挺好的 这里写的吃完饭以后 自己要把餐盘都要收拾到该放置的地方去 对 吃完饭倒了一下我们要去住的酒店 结果就几十米 很近 好近啊 带你们看一看 在新加坡 我们比以往的标准都提高了 住的是什么样的房间 朋友们 我们已经办理好入住了啊 我们选择住了一个 这边称为胶囊宾馆 但是我更愿意把它称为格子间 为什么叫格子间啊 带你们看一看这个酒店 这是前台 那里有人工的前台 然后 这里可以自住办理入住 然后这里面 这种就是卫生间 看一下 这里就是公共卫生间 这是公共的淋浴室 马桶 洗漱的 吹风机 这个公共卫生间的空间还蛮大 而且挺干净的 我们当时觉得这家还不错 就是因为很干净 然后这边是早上可以吃早餐的 我们订的房间这里是含早餐的 它这种公共的洗漱的 一楼刚刚有两间楼上 这还有楼上 楼上还有七间 所以应该是够用的 你看 这里是鞋柜 房间里面不允许穿鞋子进去 这里就是我们的房间 进去再小点声啊 别打扰到别人 烫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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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死我了 我们第一次住这种酒店 也相当于像很多地方的亲旅 是不是 看它这有好几个房间 这是一个 上面两排下面两排 这是我们刚刚进来的包包 如果爬不上去 它给的还有这个木板子 感觉不错 他们家的床品还挺干净的 是吗 对 我在网上找的时候 就说他们家特别干净 我刚刚去卫生间也很干净 是吧 我们订的是这个 看双人床的这个女生宿舍 这里面只住女生这间房 反正我俩睡是够了 还有拖鞋 对 配的有水 然后这还有桌板是吧 对 那一个 然后这有个桌板 这边有个桌板 还有挂衣服的 然后这还有个杆子 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小家 对 看 这还带一个这样插座 镜子 镜子 然后 然后这里边是小的可以放东西 可以放点东西 然后这个也是可以放点东西 就很小 这有一个阅读灯 然后 这是一个桌板 这样就可以在上面 办公啊 对 充电呀都可以在这 是 这还有个密码锁 对 这个像是一个密码锁 可以锁我们的包包 应该是 床下 这还有个柜子 也带密码锁的 这个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大包 待会我们收拾完 就把大包锁到里面 就拿一个黑包 常用的东西 放到床上就可以了 其实光说空间来说 对我俩来说 这个挺好了 因为这个空间 比我们房车要大 对 但住这种就是不太方便的 就是共用卫生间嘛 对 另外你洗衣服没有地方搭 它这个地方可以提供烘干服务 烘干一次 五星币 也好贵 对 我们到时候攒一下 洗完了一块烘 他们叫胶囊酒店 我觉得更像个格子间 一个小格子就是一个小房间 朋友们 给你们猜猜 这样的一间格子间 一碗多少钱 给你们三秒钟 三二一 我这喷起来的好及时 我给你倒及时的好准 对 住这样的房子 还有一点不好 就是你不能大声说话 这样一间房 我们定的是410多人民币 一网 就是这样的房间了 像我们之前住的那个标准 在新加坡大约应该都在1000左右了 像它那种六七百七八百的 我看了一下 都是那种很小的房间 对 就是一个床 然后带卫生间 基本上也就没有了 就是只不过有独立的卫生间了而已 所以我们就住这儿吧 而且体验一下这种 体验一下 没有体验过的感觉也蛮新鲜的 而且有可能会认识新朋友 对 明天带着大家出去玩啊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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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